著名的作家卡奈基 从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公认的坏孩子 在他九岁的时候 父亲把继母娶进家里 当时他们还居住在乡下的贫苦人家 但是继母却来自富有的家庭 父亲一边向继母介绍卡奈基 一边说 亲爱的 希望你注意这个全省最坏的男孩子 他已经让我无可奈何 说不定明天早晨以前 他就会拿石头扔向你 或者做出你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 出乎卡奈基意料的是 继母微笑着走到她的面前 拖起她的头认真地看着她 接着她回头对丈夫说 你错了 她不是全省最坏的孩子 而是全省最聪明和最有创造力的男孩 只不过她还没有找到发出热情的地方 继母的这句话 说得卡奈基心里热乎乎的 眼泪几乎滚落下来 就是凭的这一句话 她和继母开始建立友谊 也就是这么一句话 成为激励她一生的动力 卡奈基日后创造了成功的二十八项黄金法则 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导师和成功学的大师 在继母到来之前 没有一个人称赞过她的聪明 她的父亲和邻居都认为 她就是一个坏男孩 但是继母只是说了一句话 便改变了她的一生 卡奈基十四岁的时候 继母给她买了一部二手的打字机 并且对她说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作家 卡奈基接受了继母的礼物和期望 并开始向当地的一家报纸投稿 她了解了继母的宽容 她亲眼看见到她用自己的热忱 如何改变了她们的家庭 所以她不愿意辜负她 来自继母的这股力量 激发了卡奈基的想象力 激励了她的创造力 帮助了她无穷的智慧 发生联系 使她成为美国的富豪和著名作家 也成为了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啊 所以学博人要懂得 多多的去鼓励别人 多多的去帮助别人 一句话你可能会救回一个人一条悔命 有的时候你对他的一句谩骂和讽刺 会毁掉人的一个素质 所以人要靠帮人才能解决 帮别人才能帮自己 学博人要互相帮助 所以数字一般的人是人比人 比来比去 自己气不顺 心生嫉妒恨 低数字的人是人整人 整来整去 最后整自己 害人又害己 我们学博人要懂得 你想别人怎么对你 先要怎么样去对别人 你要想别人了解你 你首先先要去了解别人 你想别人原谅你 你先要学会包容和原谅别人 你想别人来欣赏你 你先要学会去欣赏别人 人的感情那是互相的 一个学博人说话 一定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你比别人好的时候 不要去说任何嫉妒别人的闲话 别人比你好的时候 你也不要说炫耀自己曾经 非常好的大话